今個星期當然有很多事情要關注 其中一個是集特會 我個人的看法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一定有初步協議 不過就不是有全部協議 繼續還要談 大家關稅又不蒸著什麼等等 諸如此類等等 因為中國又想暫時有一個協識期 最好爭取兩三年的時間 特朗普要爭取選票 他不敢做的話又不行 所以就一定有到一個 在市場上認為不太壞的和平氣氛出來 第二個就說在七月底的時候 美國聯邦儲備局應該會是減息的 無論他今天講得多硬也好 他一定會要減息 因為美國經濟數據真是差的 在這方面最主要差的是什麼呢 是因為這個一方面是貿戰的關係影響 第二方面就是有天災日魔的影響 當然在香港的股票之後 是不是因為集特會有得平反 有得傾施 再跟著加上這個有這個利率利息會減 因此就會可以好升 都不是的 因為現在你找到 有人現在要求申請 就是向這個G20那些人反映的嘛 也有說會要去美國說要取消香港的特殊關稅地位 若然如果真的做的話 那港股想不想都不行啦 樓價不想都不行啦 不過這裡是有一個人可以救到這個香港的 這個人叫李柱銘 李柱銘怎麼會救到香港呢 大家看看這個是PowerPoint 這個PowerPoint是怎樣呢 1998年12月9號 是李柱銘在立法會裡說 要求特區的司法管理權裡面 就要求當時的特區政府是去這個全力爭取 將特區內涉嫌違法人士 加環特區法院審理 或者是顯送回到中國的 那這個是他當時的提議 那如果他現在出來說 那就是很簡單啦 那通過這個法例 那你都不要需要去 因為這個是香港的民主教父所提出來的嘛 那美國方面跟他這麼認識 知道這個是真實的 知道不是即使說 有摧毀香港人權狀況的 那你就維持香港的關稅地位囉 是這麼簡單的